一花一世界,一夜一菩提,欢迎来到禅艺。 组建了家庭的人,往往希望能够过得好。 从家里,能得到港湾的感觉,能得到家人的理解支撑。 尤其是人生不顺,或者疲惫的时候,能得到家人的理解包容。 可以说,家是一个人恢复精神的场所。 可惜,不是所有的家庭,都能够幸福。 有些家庭里,总是出现三种怪事,其实是不好的预兆。 预示这个家庭,会出现一些问题,甚至很大的矛盾。 01一家人,总是有矛盾。 现实里,一家人之间,如果能够有些默契,那么日子会很好过。 大家都会觉得,非常幸福。 相反,如果一家人之间,总是爆发冲突。 那么,这个家庭里的成员,都不会好过。 甚至会影响到每个人的事业,身心健康。 这是一个重要的征兆,要注意的。 举个例子,我有个朋友,就是如此。 从小他爸妈,就总是吵架。 他一回想起来,就头疼。 长大后,他早早离家,然后一年到头,也不回去一趟。 就是为了避开吵架。 而且他自己,也不想组建家庭,因为害怕重蹈他父母的覆辙。 这,就是糟糕的家庭氛围,对家庭成员的影响。 现实里,一个家庭总是有各种矛盾。 说明家庭成员,都没有耐心去沟通。 说明性格不对付,并且缺乏包容。 这些东西,都会导致家庭的经营很艰难。 零二,总是钱钱钱,现实里,一个家庭里。 如果有人的金钱欲望特别重, 并且他自己没有本事,赚到那么多钱。 那么,他就会把金钱欲望,寄托到家庭其他人身上。 比如配偶,或者孩子身上。 假如配偶和孩子,不能满足他这份虚荣心, 他就会歇斯底里,导致家庭失和。 举个例子,我认识一个阿姨,就是如此。 中年时,就抱怨自己老公赚不到钱。 但是他丝毫认识不到,什么锅配什么盖。 他老公要是能赚,也看不上他。 等到他孩子长大后,他又抱怨孩子不够出息。 可是他也不看看自己,就是个普通人。 有什么资格,提这个要求。 最后搞得怨气爆棚,把家里闹得鸡飞狗跳。 现实里,人对财富有追求,并没有错。 但是虚荣心太盛,自己却缺乏能力,那就会出问题。 会把家里搅得天翻地覆。 03彼此厌恶,看不上。 现实里,如果一家人之间,彼此厌恶,看不起对方。 那这个家庭,本质上已经名存实亡了。 举个例子。 我在平时聊天时,就见到过,有的大姐,当着外人的面,就十分嫌弃自己的老公。 甚至可以说出很过分的词语。 当然,男人在外面,说自己老婆坏话的,也有不少。 坦白说,这其中,已经连点尊重都没有了。 他们的家庭关系,很可能已经名存实亡了。 现实里,两个人过日子久了,激情退去,那很正常。 但是如果到了彼此厌恶的程度,那这个日子,真的对彼此是折磨。 太可惜了。 现实里,有些女人的婚姻,本来不会走到糟糕的一步。 但是,可怜当事人,脑子糊涂,做了不该做的事情。 不懂得经营婚姻,最后跟丈夫的关系,越处越僵化,损害了自己的福气。 现实里,聪明女人不会对丈夫,做这三件事。 这是保存自己的福气。 如果有了,可以改正。 灵妖不会指桑骂怀。 现实里,有些女人喜欢在婚姻里,指桑骂怀。 来享受那种暗戳戳说坏话的快感。 但其实,真心没有必要。 因为对方不是傻子,不会听不出来。 反而会把这些事情形成心结。 真正聪明的女人,会开诚不公谈一谈。 这种冷静的态度,往往会影响事情的走向,走到更好的一面。 而不是指桑骂怀,或者不沟通。 这样下去,关系只会越来越糟糕。 比如,我见过家里亲戚,对她丈夫就是冷嘲热讽。 本来是个小事,而且没什么。 她偏要借题发挥,讽刺她丈夫。 其实,道理我也懂。 就是因为他们家经济条件有限,她借此讽刺男方,不会赚大钱。 但是这种讽刺,真心没必要。 让人听着很伤人。 男方听了,也会很伤感情的。 现实里,婚姻一定会存在各种问题。 聪明的女人,会试着冷静沟通,表达自己的需求。 如果双方矛盾说开了,反而会好很多。 零二不会刁难丈夫在意的亲人。 现实里,女人结婚后。 跟男方的家人如何相处,是一门学问。 有的时候,确实是男方家人的过错,导致关系不好。 但也有些时候,是妻子故意刁难。 这两种情况,都是有的。 其实,女人结婚后,不要主动刁难男方的亲人朋友。 过度欺负对方,是一定会遭到对方不满,甚至反弹的。 而且做事情,不要太绝了,要留有余地。 比如我知道,一个熟人,借着丈夫不在家,把小姑子撵出门去。 后来丈夫回来了,大发雷霆,觉得伤了面子。 你说这种事情,有必要吗? 毫无必要。 现实里,结婚了就好好相处,都是一家人。 如果对方不善意,自己再想办法应对。 而不要一开始,自己就主动发难,去刁难丈夫的家人。 这种行为,也是损害家庭关系的。 03不要钻到前眼里,现实里,哪个人不喜欢钱,不想过好日子。 但是大多数人,都是普通人,收入也是普通的。 所以说,如果女人自己赚不了大钱,也就不要嫌弃男人。 因为什么锅,配什么盖? 我知道一个熟人,整天嫌弃她丈夫赚得少。 导致两口子天天吵架,她也说过很多难听话。 其实外人看来,她就是无理取闹。 因为她自己收入更少。 没什么立场,把养家责任,都推给男方。 结婚之后,现实一点,并不是结了婚,就能过一流的生活。 这跟个人的赚钱能力有关。 如果一个女人,内心过于膨胀势力,总是盯着男人赚钱。 那这个夫妻感情,也会被消磨掉。